这边是东 那是西 小心 你要采到我的花了 木屯屯 你又带了这么多花花草草回来呀 它们都生病了 需要特别的护理 不就要 就是几棵植物嘛 花这么大功夫 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我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痛苦 还有快乐 终有一天 我会当上布兰星最优秀的植物学家 把所有的植物都照顾得好好的 这就是我的梦想 没兴趣 我还是对它更感兴趣 这是什么 是博士送我的指南针 有了它 就永远不怕走错路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厨房了 厨房呀 厨房 鲍鱼都满方向 向前请发 老大 我们这么辛苦溜进来 是要干嘛呀 我们在找博士给了五行蚂蚁的指南针 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用来辨别方向防止迷路 最适合我们这种鹿吃了 不对 应该是适合你这种鹿吃来使用 找到了 既然找到了 那就回去睡觉吧 等等 我有更好的主意 在这儿装上追踪器 下次找小灵珠的时候 就可以跟踪它们了 谁那么缺德 把这东西放这儿 竟敢挡我的路 再挡 让你再挡 这就是挡我的下场 我们走 我的植物 这是谁干的 幸好跟没断 希望它们都活下来 哎 五行蚂蚁 怎么一大早一个个全拉着脸 打起精神来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 在法国出现了 你们得赶紧动身呢 是 我吞吞 我们走吧 差点忘记带这个了 为梦想出发 明星蚂蚁 这个花园好漂亮啊 法国凡尔赛古修建于十七世纪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地 它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呈现出独特的欧式风格 宏伟而壮观 加上眼前这个巨大的法兰西式大花园 简直是美不胜收啊 可花园这么大 小灵珠在哪呢 有博士没难事 我真测到它的位置了 就在花园的最北边 北边 哪一边才是北呢 我来带路 你们跟着我走就行了 这边 他们开始行动了 我们只要跟住他们就行了 这个花园削剪得 跟个迷宫似的 有指纹针载 再大的迷宫也能走出去 前面没路了 这些花草真碍事 我们还是绕路吧 别破坏这些植物 好吧 奇怪 他们怎么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呢 这儿的地形那么复杂 他们肯定是在绕路 我才没那么笨呢 咱们直着走 到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 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了 一定是他们找到小灵珠了 我们赶紧去讲 不 我们就在这里 等他们出来 把这些花团全拔了 我要做好陷阱 等他们上钩 找到了 在这儿呢 让我来 任务完成 我们离开这儿吧 等等 我得先把这几棵植物重新买回去 不然 他们会哭死的 你对他们那么好 可他们又不能感谢你 火葱葱 这你就不懂了 俗话说 恩若救急 一介千金 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指手之劳 但对小草来说可是最大的恩德了 好了 可以走了 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是啊 来了 他们要来了 等等 这些植物似乎正在警告我们 有危险靠近 风平浪静 哪有危险 有没有危险 试试就知道 可恶 竟然被识破了 你们这是逼我出手啊 大家快躲到花丛里面 他们在跟我们玩躲猫猫呢 以为躲起来就没事吗 我要把这儿全都毁掉 住手 不许你破坏这些植物 我就要破坏 怎么样 我要阻止你 武器召唤 聆听吧 爱心的呼唤 神木战神 植物们 请你们帮助我 一起呈现这个破坏花草的坏蛋 神木召唤 怎么回事 快叫他们住手啊 雷震震 你逃不掉了 散出攻击 老大 等我 随意破坏植物 终究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 而爱护植物 也会得到他们感恩的回应 老大 这里我们好像之前走过吧 看来咱们成为这顶的迷路了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无形蚂蚁 无形蚂蚁又拿到了一颗小灵珠 可恶啊 吃吃吃 吃我的天生雷锅 龙蛋不好吃 这个疯小小 让他去打探消息 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下面播报天气预报 未来几天天气干燥 将有严重的雾霾 难道他遇到了什么不测 会不会被五星马一门绑架了 然后被言行逼供 逼问出我的秘密 如果那样的话就惨了 我得赶紧去支援他 怎么回事 房间里充斥着一种 一种清新的空气 竟然自己躲在这里享受 龙大 你来了 龙大快求 这里太棒了 空气清新湿润 简直就是置身在一个幸福的梦 比起我们那个破厨房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心机 你有完没完呢 我叫你打探的消息呢 消息 有呀 经过我反复的调查 已经查到一个重要的秘密 哦 说来听听 秘密就是 这里的空气这么好的原因 全够这个清磁空气加湿器 它可以进化空气 还能加湿 我要你打探的是五星蚂蚁的消息 人家没有说错嘛 这台机器真的很厉害 里面有一个一脉能量体 一脉能量体 一个小小的能量体 竟有这般小光 龙大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能量体拆下来 带回去好好研究一番 我来帮你 金童童 你头上顶根木棍是干嘛呢 我在锻炼平衡力呢 有意思 你陪我脱炼平衡力呢 对不起 土豆豆 我不知道你在旁边 对不起有什么用 这可是我画了好几天才做好的 上面还刻了我的头像 全宇宙只有这一件 你快陪我 可我又没陀螺 怎么赔呀 土豆豆 你就宽容一点吧 别为难金童童了 好吧 要我原谅你也行 不过 你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陀螺还给我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博士 是不是有小灵珠的消息了 没错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就出现在这儿 希腊的帕特农神庙 没问题 五星蚂蚁为梦想出风 这就是帕特农神庙啊 怎么像一个废墟 孩子们 希腊帕特农神庙 是雅典未成最重要的主体建筑 是为歌颂雅典战胜侵略者而建成的 可惜后来由于战争最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战争带给世界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说得对 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的重要 实现全宇宙的和平 是我们的终极梦想 虽然这些曾被破坏 不过从遗址中 依然能看出当年宏伟的模样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是小灵珠 是小灵珠 交给我吧 我最现场的就是爬柱子了 土豆豆 你小心点 幸亏我来得及时 小灵珠还在那儿 你们又想来跟我们抢吗 土豆豆 你别停 继续爬 下面交给我们处理 口气真大呀 看我最新发明的伊脉能量炮 难道房间里的空气净化器 让它给偷走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的天才发明 你们难道就不佩服我吗 一个小偷有什么值得我们佩服的 看来我教训一下你们是不行的了 一脉冲几步 快跑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与人之锤 金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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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还没完呢 这样你们就逃不掉了 雷阵阵 放开他们 你的对手是我 原来小灵珠在你的手上 快把小灵珠交出来 不 我才不要交给你们 哼 当地当地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咯 我说的是玩笑话 你别当真啊 大家快跑 看你往哪儿跑 土豆豆快跑呀 对 我有这个 是土豆豆的小圆末 看我的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赛的 干得好金童童 那是土豆豆给我的小圆末 本来是要给它做成陀螺的 对不起金童童 我之前不应该对你那么不依不饶 这次都怪你救了我 不用在意了 不如我们回去以后 一起重新做一个陀螺吧 好啊 我的一脉能量炮居然自爆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 放一下 放一下 叔叔 有了 得inary Pakistani